今天清晨当欧美股市暴跌的消息传来之后 马政府上警了发条 财政部一早9点钟召开了紧急会议 言商对策 但是看起来效果不张 在开盘之后台股一泄千里 马总统立刻打了电话 给行政院长吴敦毅 还有副格魁陈冲 要求紧盯股市的反应 同时也要求国安基金如果有必要 随时进场互盘 来看今天的政府方面的措施 出席企业表扬大会 行政院长吴敦毅神情严肃 心里挂念着全球股灾 导致的台股暴跌 开盘后就直直落 不止股民极乐 服务院更绷紧重新 上午9点钟 财政部高层召开会议 研习国际财经整体情势 11点钟 马总统亲自致电正负格魁 吴敦毅和陈冲 要求密切注意台股动态 总统是关心整体国际上的 一些经济情势的变化 他非常关心 要我们密切注意 台湾本身来讲 我们的基本面非常好了 因为你可以看 今年上半年 第一季第二季的话 我们所有上市公司的营收 是较去年还要成长4% 为台股打强心争 要民众不用过度恐慌 但台股大跌400多点 等于蒸发1.24兆台币 投资人当然关心 国安基金会不会进场互盘 金融或者股市 有不够安定的特殊的状况 而这个是可以进而去做 安定的这个动作 他们自然会选择最适当的时机 我们是国安基金的 像我是主任委员嘛 找那个执行秘书 以及财政部理部长 带来一起讨论了一些事情 那也密切注意国际上 以及国内的一些股票市场的变化 有机会国安基金会有机会进场 法律在那边啦 那个国安基金的条例 第八条有规定一些条件 我们不能说不符合条件 也要进场 全球股灾漫延 前经监会主委胡胜正也预测 8月底公布的全球经济成长率 可能跌破5% 全球景气二次衰退 不可轻忽 马政府再一次面临 严峻经济情势挑战 全球股市场刘晓琪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